书界上回 接说这一段雍正建侠图 正说在鄂少攀报 为了栽赃陷害 老将可叫云龙九县周勋 在雷家寨 先奸后杀刀伤二命母女二人 乐荒而走 周勋这驴呢是他偷的 也不要了 这往下一走啊 就走了十七八天 那么 他身上那个钱呢 差不多就花完了 因为他偷完驴出来呢跑得仓促 盘整钱呢带的不多 他呢又是个少爷 就是在周家吃这一年的苦啊 这就很了不得了 他没受过这罪 那在外边呢 这个现在您都懂得叫跑路啊 流窜呢 里面那有点把势 他不会走江湖 凭着这个把势换饭呢 他还换不来 走江湖呢是有走江湖的规矩 不是说你管有能耐就行 身上没钱了 你有钱也当不了饿 你得吃饭 一看呀 就有个村子 跟人一打听啊 这叫小王庄 这个庄子还很富庶 看得出来 房屋店面呀很整齐 有这么个饭铺 你家这饭铺啊 在路北楼 路南正队的呢 是个铁锅炉 叮叮当当一敲啊 硬着路北这饭馆啊 很热闹 为什么 想堂到造老虎归啊 饭馆最热闹无比 伙计也喊 后到脏上也喊 再叮当一敲这炒勺 你切菜一会儿呢 一下油锅刺辣一声 热闹 为什么在饭馆吃 跟在家吃不一样呢 吃就吃个人气 吃个热闹劲 你出来呢 饭馆家这个菜呢 不如家了好吃 您别瞧不起家常菜 哎 就是 操量细做也好 是我就爱吃这口也罢 怎么得胃怎么来 那饭馆为什么饶着多花钱 还让饭馆吃呢 吃热闹劲 哎 饭馆有人伺候着 要管这一家热闹呢 也不嫌 对面好 铁锅炉 两边一块走 热闹了 他那是少爷脾气 他当初惹货就是逛庙 惹的货他就贪热闹 我呀翻铺吃饭 那你兜里有钱没钱 你不知道吗 知道啊 没钱呢 那怎么还敢进翻铺 他是这么想 杀人都不怕 我连健可爷都敢得罪 我还有怕的吗 那么在他那个脑子里呢 也没有王妇 干脆我进去呀 是什么好点什么 什么贵点什么 吃完了饭 他不冲我要钱 今天呀 他们掌柜的 是还愿 许的这个舍犯的愿 那让我赶上了 那算两拉倒 不冲我要钱 认识什么事没有 冲我一要的犯账 我就是不给 不给他要张嘴骂 我也张嘴骂 他要举手打 我就还手 我砸了他削小的饭馆 我把他伙计掌柜里一揍 就扬长而去 我看他且奈我何 要耍流氓 你琢磨琢磨 他杀人越货 奸杀人命 他都行得出来 这事他还干不出来吗 可是赶这个 往这饭铺里走呢 伙计呀 一瞧他穿着挺阔 他行 他这人样子也好 身上又有点把势 气宇宣昂 仪表不俗 他又是吃过见过的 他是少爷 你要是 错来天天就是 啊 金饼金面子煮 进这饭铺你都不知坐哪 一点菜就显出窃来了 不敢要 不会要 就跟我到国外似的 其实我在北京也吃过西餐 到国外我也懂 哪个是头汤哪个是沙拉 哪个是煮菜 我也懂 到国外不成 您不认得外文 全白费 那怎么样呢 我就在饭馆里溜达 我先瞧别人那饭桌上都试什么 我瞧这个牛扒不错 我把那服务员叫过来 我也不说话 吃饭那只瞪我 他不知我是干什么的 问题我不能照抄一桌的 我还得像那桌瞧的 这饭馆里有转到三圈 这才吃上这顿饭 但是咱们鸡柳 怎么呢 上菜不吃 拿手机呀 都给照下来 再到下一家饭馆好办了 给他看图片 你没图片 我有 图片倒是有 人饭馆不一样 人没这菜 他还真客气 白费 所以您这个没吃过 就显出气来了 他吃不见过 饿哨喷爆 有两下子 哎 您琢磨 他要是带出心虚没钱的 那伙计就注意的 他憋着打人呢 他很坦然的 反正是没钱的 哎 往这一坐 很稳当 嗯 火箭一瞧 这位不俗啊 啊 您用点什么 有酒吗 我们这有上好的高凉酒 您别瞧 我们这小庄子 哎 这个酿酒啊 酿得还真好 我们这烧锅呀 就造酒的这份烧锅呀 哎 家里都祖传好几倍 不干别的 就干这个 所以我们这高凉酒啊 还是十分的醇厚 香 酒也厚 他已经高兴了 给我来啊 两壶高凉酒 这韭菜呢 你看着给我颠配 颠配这么四个韭菜 我先喝着 一会儿呢 是馒头啊烙饼啊 面条米饭都可以 你再给我颠配几个饭菜 我再吃饭 我一听高兴了 您别瞧这不点 这不点比那点的难伺候 你瞧着来 那你就得捡着好的 捡着顺口的给人家上 可是这是吃主不怕花钱 瞧这意思也不是讹饭账的 这伙计打眼了 这好韭菜跟酒拿上来 潘宝一喝的酒啊 还真不错 这菜就一般了 那说 他的小时候 他锦衣玉食啊 他吃的好啊 到了周寻家 您别瞧他都喂驴了 他这伙食可不刺 老建个周寻家 吃的也不错 尤其这周老建个本身 就好吃美食 那潘宝在他们家 明知道潘宝不是好人 可不虐待他 那这个黄梅童子呢 苗吉兴呢 不待见他 归不待见他 饭给他吃 就是我吃什么 你吃什么的意思 那他吃的也不错 他一喝这酒啊 还成这菜啊 一般 吃两口不爱吃 他不吃了 上饭吧 这把饭拿上来 把饭菜拿上来 把饭也吃完了 他心里有失 他在一地儿不能久待 他怕犯案 让这个云龙九县周寻一二三 把他追上都活不了 哪个他也打不过 吃饱了喝醋一抹嘴 他也不跟伙计说 站起来往外就走 伙计是好意 伙计看这位要方便方便 可是呢 茅房在后头 您往外走 您不走冤枉路吗 伙计就站起来 追着他门口 这位爷子 您呢 他憋着不给钱呢 他要回头一问 干嘛 您要少盲房您上后头 上后头啊 好 到后边转一圈 以后后边就跑了 不就完了吗 他憋着不给钱呢 这位一拦呢 他以为找他要钱呢 这一回头 没钱 把伙计画一半给拦了 伙计根本来想跟他说 您 没钱 哦 要走啊 这茬可老点 吃饱了 喝足了 站起来就走 走到门口 我也拦他 他说没钱 别去 您有钱没钱 咱们 您得把饭去傻下来 没有 要钱没有 马里滚蛋 我这一听 把脸往下一沉 爷子 您这就不对了 我怎么不对 他说我们当伙计的伺候您吃饭 我们卖的是饭啊 可不卖骂 对不对 您那张嘴啊 就滚了爬了的 这不好听 是不是 换句说回来 我们哪伺候都不好 您多包狠 吃饭您得给饭去 啊 您让这吃饭 我们伺候您 咱们也犯不上玩笑 谁跟你玩笑 谁跟你斗啊 吃完饭就不给钱 还告诉你说 就冲你找我一要钱 你就有罪 我不拿你点盲 今儿就算不错 你要再废话 我可对你不客气 伙计一听 来真的了 以为他闹呢 这一瞧 横眉立目 这劲头 是真不打算给钱的 哎 咱可不逗着玩 这位爷 那要吃饭饭不给钱 你可走不了 哗 走不了怎么着 我听这意思 你们这饭馆够横的 哎 我还专挑这横的饭馆逗逗 去 把你们掌柜的找来 我问问你们掌柜的 难道你们饭馆 还敢行凶打人吗 找我们掌柜的 还用找我们掌柜的 接我这你就走不了 伙计说着话 伸手过来一拽他 伙计没履会 他有把势 这一伸手 他顺势一拽 伙计 往怀里一来 一抬腿 伙计拍了 伙计挨打不让 扯了嗓子一嚷 好来人呐 了不得了 出了霸道了 吃完饭不给钱还大人 连罩上几位呀 在门口的过往行人 花一下就围上了 罩上这几位 手里不空的 要拿大勺子 要拿菜刀的 要拿大赶杖的 虎视眈眈插一下 把潘包围了 潘包一碗袖子 我怎么着 哈哈 仗的人多 讲打 好嘞 既敢吃饭不给钱 就不怕打架 你吵一闹啊 铁箱铺里出了一位 谁呢 这饭馆掌柜的 饭馆掌柜的呢 一看买不挺好心了高兴 跟铁箱铺掌柜的呢 是朋友 这无聊天 铁箱掌柜的不乐意跟他聊 为什么手里有活 他这干铁箱啊 他这不能分神 这掌柜的是老师傅 哎 他拿着这个 打底的这个 那轮大锤的那是学徒的 那是卖啥力气的 得他打哪 那个打哪 他是师父 那要不然就打坏了 得瞧伙后 都在他身上 再有一个 这屋的都是铁水 哪碰一下 刺拉一下子 就取烫伤了 所以呢 这干活呢 不能分心 这会儿还正忙 这屋里叮叮当当 一打铁呀 顾不上陪他聊天 可是呢 饭馆掌柜的 还专爱找他聊天 我跟他聊会儿 你跟我聊什么呀 你那买卖也正好 你盯着你那买卖 不见 我那屋啊 人多 太乱 哦 我说你混蛋呢 闲饭馆乱 跑铁经炉来了 我这比你那乱呢 这叮叮当当 说话得喊呢 不见 我跟你这 他说话我痛快 他跟他聊 那这铁锡炉掌柜得得陪他聊啊 俩人这说话 聊天手底还干着活 那门口打起来了 掌柜立交出事 跑出来了 铁锡炉这师傅呢 带几个徒弟也出来了 这小伙子都抓 胳膊跟冷憨 手里的还都递了大家伙 好 大铁通条 他这个通火用啊 花一下也给围他 饭馆掌柜的回头一瞧 呼 行了 打架可不怕了 我柜上有几个伙计 这儿是铁锅师傅在带几个学徒的 这小子找不到便宜了 说话横着点 他不说潘报 他先说他这伙计 买卖人吗 你怎么回事 怎么得罪这位爷他了 哈 我这是串个门 说话话的功夫 又替我得罪主顾 人家吃饭又不是不给钱 你这叫什么 这说话叫拦门栓 先把门栓横上 这个掌柜都会说话 人家吃饭又不是不给钱 吃多吃少 你多少得给人家优惠优惠 啊 就是我不在家 打个八扣九扣的 你也做得了主 干什么就跟你连吵带闹的 啊 一定是人家说你两句不乐意 还言类的 一番嚼劲 把这位爷他热急了 简直你不会办事 伙计呢 人家揣一根头 心本来就窝火呀 一瞧围上了 掌柜都不像着自己 还数了自己 掌柜的 不是那么把事 他 喝两壶酒 吃好几个菜 吃饱了 喝足了 一摸嘴站起就走 我咋子上猫房子 我追出来 我说跟他客气客气 他给我俩字 没钱 我跟他一要电饭杖 拽我一跟头 这现在把他围上 您瞧这劲头要打架 两个弟弟 吃饭不给钱 不能够 我不信 您的这天位 头上带着这个脚底瓷着 人家这身上穿的带着 使得用的 人家是吃饭不给钱的中 哈哈哈哈 这位爷呆 我贵上伙计不会说话 您来到小房子了 到我们饭馆里吃饭 就是瞧着齐火 我知道 您哪 是跟他闹着玩 哎 他指不定啊 上菜的时候啊 不留神 菜摊油摊 溅在您身上了 或者说啊 上饭的时候啊 哪没留神啊 碰您一下 烫着您了 您哪 跟我说 我饶不了他 吃饭不给钱这事 您绝行不出来 您拽着一跟头 不算事 大伙子不围着吗 大伙子瞧着 您吃多少钱 您跟我说 我呢 一定给您优惠 就失了 您只把钱赏下来 走您的 这儿您甭管了 这是紧着给台阶下 潘胞一听这篇话 还真是好话 会说话 没钱 跟你就这么说来着 跟我就这么说来着 这不跟您也说吗 这么着 您让他拽一跟头 再让他走 我信了就没事了 长官那说 那不成啊 您这不讲理啊 当着这么些节目 邻居吃饭不给钱 还打什么伙计 走到哪 您也讲不出理气 叫您自个儿说 是您不对 是我不对 你对又该怎么着 我不对又该怎么着 眼睁就是 大爷 我不对了 大爷 今天吃这顿饭 还就不给了 他刚才又不跟我要 我这一走 我甭管走到哪儿去 夜深人静之时 我的秘想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我走的小房庄 这儿我讹人一顿饭吃 哎呀我天良发现了 我自己不落忍了 我许千里迢迢 把这顿饭给你送回来 把这茬给圆上 就冲他一吵一闹 找我一要钱 还敢拽我一把 狗爪子敢碰我 哎 这顿打 他就不清 这饭还就白吃了 就不给钱了 掌柜的一听 可了不得了 吃完饭 不给钱打人 公然的行凶 还敢 这么样的胡搅门缠 朋友 这大爷没有了 改朋友了 朋友 既然你要这么说话的话 你看见没有 街北街南两份买卖 这不是外人 都是我的朋友 连这些街坊邻居 我们在小房间 这还没吃过这亏 你要不给钱 我可对不住您 攀爆这么一耍号 这个厨师 跟这伙计不错 哎 打刚才就要动手 一看掌柜的出来 这就忍着 你瞧这小子 说话越来越不像话 现在掌柜 您跟他费什么话 揍他不就完了 打大革命棍 罩着攀爆脑袋 你招打不你 攀爆还真不含糊 往前一根部 拿脑袋一找这革命账 这革命账这么下来的 拿脑袋一找这革命账 人往前一进奔手腕子 手腕子站到脑袋上 那就不碍事了 旧瘦一仰手 一拖到下边一个川掌 这手往前一推 正在这胸腹之上 等着一下 我这基本这就算成了 给放出去了 赶不着还撒手了 这一动上手可了不得了 连铁键铺这这小伙计 您怎么摸摸天天打铁 有劲啊 那铁锯炉这老师傅管着 不许打架 哎天天说 你们这家伙手里都有家伙 都有铁气 尤其那打火通条 老在炉子里扔着 一打架就抽这铁通条 挨着死碰着王啊 唰一下碰着活不了啊 老龟劝着 这几个孩子不敢说事 可呢 十几岁小学徒上打架的岁数 一瞧这位今天不占礼 我们几位占礼那还不打 把家伙扔开了围定了攀报 拼着帮他就打起来 攀报他还真不含糊 就地上一捡这大赶帽杖 在手里的一轮 您别瞧 就是黄梅同子苗吉庆 给他勘这一年功 他就涨金不少 原先他就有把事 又挨着高人 这个剑可不骄不骄的 他也涨点 再说这装点汗没有功夫 不是说说的替班报吹嘘 还真不含糊 一条赶不着扔开了 把这帮人全打了 这一站起那趴去那趴去那站起 脑袋也开了 鞋也下来了 有的大赶帽杖捅在腰眼上 有的抡着胳膊上胳膊也折了 哎呦 这帮小伙子打惨了 喝潘报你都跑啊 不无忌了 凶性大发 抡着这赶币杖啊 还追着这帮人打 饭馆掌柜这跟铁锦炉老师傅 都做了牙花子了 干了打不过人家 有机灵的 您别愣的了 赶紧找王二爷吧 让王二爷出头收这小子 一句话呀 提了醒了 铁锦炉 这老师傅赶紧教自己学徒的别打了 给王二爷送仙去 这孩子突然真快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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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嘴叫跑 王二爷住哪 王二爷教住旁边 刚才一进村的时候 潘报不瞧 这房屋店面很整齐吗 哎 连这饭馆 这铁锦铺 带这个 旁边这个大宅子 都是王二爷的 这俩门脸旁也是王二爷的 王二爷怎么意思 这小王庄啊 不是都姓王 但是呢 姓王是大户 首推 是哥俩 大爷叫王志文 二爷叫王志武 哎 这个同名同姓的居多 哎 这个您别叫青哥俩 脾气秉性还不太一样 大爷王志文哪 他好静 爱看书 也不交朋友 爷没事你跟家呆着 吃饱了睡 睡醒了呢 就是看书消遣 哪一本旗谱啊 自己跟自己下棋 他耐得住性子 二爷王志武呢 可就不一样了 打小好动 还好烈 好交朋友 在外边海交 就为了习武 站着家里边有钱 站着房子躺着地 这小王庄这几个 仅有的这几家门脸房 都是他们家的 那庄子上的地呀 大半也都是王子哥俩的 请了好多把式 您可听明白了 一个高都没有 都是混饭吃 王志武这个五练的除了糟集粮食 没大长进 这么多年 白练 还有个妹妹 小名叫小鹅 王小鹅打得不错 王志武还挺疼的 挺疼的妹妹 要钱给钱 要东西给买东西 说谁要多叫妹妹一言 王志武不干 他会啊 他练过啊 得替妹妹拔创 那么他老练武啊 他跟他这个 夫人呢 就这王二奶奶呀 还很少见面 他外边就交朋友 一吃一喝 喝多了就外面睡了 他家里都把这厂子 把这厂子里都有几间房 他就在那睡了 夜里醒了呢 也不回屋 跟师父们继续 谈枪论棒的 这个王二奶奶呢 那就是俗童啊 守活寡一样 那怎么办呢 就跟妹妹就伴 合着这院呢 正房是三间一鸣两岸 中间这个呢 就是起居室啊 唐屋 北头呢 住的是二奶奶 这二嫂子 南屋呢 住的就是这小姑子 王小鹅 这几儿俩就伴 这王二爷呀 新进啊 来了这么一位教师 可了不得了 姓冷叫冷寿臣 冷呀江湖人送 绰号叫搬不倒 怎么叫搬不倒呢 他会睡觉 其实全脚把身上啊 他差点 他会睡觉 三五个撞小伙子 搬不倒他 故尔烙的名外号 叫搬不倒 冷呀一到 王志武 王二爷 拿冷呀当了高人了 原先那些教师 完全辞退 专跟冷寿臣小 错来冷寿臣呢 也是婚饭吃 有点能的 也不能教他 为什么都教给他 就没得教了 就是教给啊 这个王二爷 微腰微腿 战将 哎 真正的招数 一招不就 可是村子里头人呢 都认为王二爷武术不错 为什么他打小练 练好多年了 往教师爷聘请武术 怎么着王二爷身上也得有一下两下的 那村子里要有事呢 还真找他 头样说 他们王家在小王庄守护 王二爷呢 这人呢 又急功耗毅 好管闲事 他呢 又有把势 大玩福的 有点矛盾呢 找他 他还真给解决 哎 谁对谁不对的 一分析 说这位不服 不服怎么办呢 他给你多少钱呢 那给我两吊钱 不就两吊钱吗 我替他船了 他替还了 那人家还不乐吗 两边都说他好 他有钱不在乎 传来传去 还挺玄虚 谁也不知道 王二爷多的能耐 今儿犯扑 一打架呀 有人给铁匠师傅提了醒了 您还瞧着呢 您按学徒的 搬请王二爷吧 王二爷到了 把他揍了不就完了吗 让徒弟赶紧去 徒弟奔王二爷家了 到王二爷家呀 啪啪啪一走门 王二爷家有 家里面的仆人呐 什么事 二爷在哪了 他打起来了 这接个邻居家有事 竟找他了事 这家里的仆人都知道 二爷的皮饼性 好管闲事 跟我来 在后面呢 后面干嘛 把是厂子 跟冷眼的中链呢 铁匠炉的小伙计 进门啪啪啪 把这马师一消折 二爷您快去 村里来了 霸道了 吃完饭不给钱 还打人 把饭馆的掌柜的伙计都揍了 连我们柜上好几个哥们 完全打不过人家 一条大赶不着 抡开了 真勇 都给放躺下了 玩一听 这还了的 冷师傅 这怎么意思 这事 这就不是真有能的人 真有能的人 还用问冷师傅吗 走 带路 管管他去 不就去了吗 他别人不知道 他有多的能耐 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有多的能耐吗 王爷知道 我这练的 气死不如白练 那铁匠炉小伙计 那么有劲 胳膊跟都那么粗 好几个都围着人家 一打都呀 打趴下了 我去行吗 但我家里有高人呢 有冷寿城冷师傅 我问冷爷 冷师傅 这怎么意思 您带头冷呀 听完小伙这篇话 再听完 爷一问他 微然这么一只冷笑 这是防我的 人想出名是人怕出名 没名说 都愿意出名 有了名气了 都认了 啊 拜他为师的也就多了 啊 严习聘教的 请他的人也就多了 自然呢 他这个收入也就多了 街交的人呢 也是飞权济贵了 肯定不要忘了 人怕出名 猪怕状 人有了名之后 访他的人必然也是多的 像江湖上一提起 你搬不到冷寿臣咧 也不是我说句大话 不知道的很少了 自从我来到小王庄 投在二爷您的门下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甭问 这是江湖上的剑侠客来防我来了 故意的要在小饭馆找这么一个茶杯动手 好引动我出去 跟他比试较量 冷寿臣呢 打得过打不过 先把这话说出去 那王二爷对他信服 对 没错 这不是白吃饭 不给钱跟饭铺的事 这是咱们家的事 先懒得脑袋上了 没别的 冷寿臣 既是坊 您出头去 到那儿 跟他比呼比呼吧 好 投钱带路 走 冷呀不能跟王爷似的 冷呀说怂的话 那甭干了 到那儿我先瞧就怎么样吧 跟着这铁精铺 这小伙计 顺家出来 够奔饭铺 跟铁精铺门口一瞧啊 不打了 怎么 没玩打了 大赶不让全都给轮趴下了 七不个棒小伙子 全躺下了 家伙也都扔了 再一瞧 打人的这位 守情这条大赶不让 往这儿一站威风凛凛 煞气腾腾 真得说不可一世 这会儿您再瞧啊 天井卢老师傅跟这个 饭馆的这掌柜的俩人 傻了 过去动手又不敢 攀抱将然扔着要走 这么空分 哎还能赶到了 王二爷是村子里的 头面人物啊 大喊一声 别走 大伙一瞧王二爷来了 呼喇一下就都爬起来了 脑袋流血也不疼了 胳膊舌的拿这手拖着 干嘛 我们村里的武术家来了 小子你不是横吗 看王二爷怎么收你 我们得给站脚助威 歇腰拉垮 缺缺点点 挨有哼击全站起来了 王二爷 拿手一指喷爆 你是哪来的 甭问 你到我们村是防我们冷师傅来的 他先把底交了 有什么话你跟我们冷师傅说吧 大伙一交合的王二爷也不管 王二爷来的时候这挺冲 到这一闪声叫冷师傅 冷师傅 到背手往前一脉步一瞧 这个战场 这七八个 撞小伙子 全让他给轮拍了 这我要过去 让他给轮拍了 我就甭干了 这位朋友 甭问 您是江湖上的朋友 有个传言 说是我搬不倒冷寿城 闹得小小的小王冠了 您特意到这儿烦我来 是不是啊 往嘴里递话 拿话领着你走 你这一说是好 这儿不能打 跟我到二爷家 咱们打架单有地方 武术家比武不能跟他们似 跟他们似的接上群殴 寻心斗殴 还拿着这些家伙 还有铁器 像话吗 衙门来了 连他带你带热帮人 全带走了 啊不成 武术家比跟武术家 这个得有规矩 按武术借的规矩来 到家留把这场子 我先把你框到那儿 背着二爷呢 我再跟你弟稀合 我问你干嘛来的 包盆点损失 你给我留碗饭 您真有能的 您走您的 我接着蒙他不就完了吗 他拿话咪领盘盘盘 你是来防我 冷手臣的吗 盘盘呢 递着这感恩过 一瞧干了 这俩人走道的意思就练过 好歹练过点就比我强啊 他不说话 他瞧 他一瞧 呦 这搬不打冷寿臣呐 他站这架门是摔跤的架门 因为他武术上差点 瞧了 攀爆摔跤内行 攀爆会摔 攀爆把势上也一般 哎 奏这帮人有富裕 真怕武术家他可不成 那摔跤他有点自信 他一瞧这位这说话 哦 在这王上有一家混饭吃 这不错 我现在让健可爷追的没落脚的地方 行了 就坡下驴 我顺着他话条一说 跟到这王二爷家 我把他痛揍一顿 我把他轰了 然后我给这王二爷当教师爷 我再把我的真明性引去 累死见口 他也找不着我了 他哪知我引的小王庄给人当教师了 二年三年我这个暗死 暗子一直落不了暗 就得落到周勋 你看周勋多的岁数 到时候就死了 没人逮我了 那时候我在回转延级 也就是了 他那么一听啊 不错 姓朗的 你还真啊 明白 啊 啊 明人不做暗示 一接两项人要抱个字号 我姓罗 我叫罗潘 他不姓潘吗 不姊 他说他姓罗 他姥姥家呀 姓罗 他把这罗搁到头了 把这潘搁到后头 引去潘抱二字 我呀 叫铁金刚罗潘 大伙一听 怨不得这么厉害 我们这王爷天天打铁 人家铁金刚 啊 这比金刚侠还厉害呢 这个 罗潘罗老师厉害呀 好 这阵打也都不冤 人江湖上是字号 人物 听说冷教师您 闹得小王冠了 进来特来一会 哈哈哈哈 即使这样的话 此处非讲话之所 你我动手也不能在这打呀 来吧 一块到王二爷家 家留把这场子 有什么话咱们到那再说 请 潘抱一琢磨 先跟他到家再说 干嘛 这 这马事算了了 有什么话你们冲 王二爷说得了 哎 人白打饭白吃 我跟着到他们家 进击行事 暗含着往王二爷家 走这几步 他这么一瞧啊 行 这性冷的你要倒霉 我迎你有富裕 面臣似水 放着缝 排着谱 到王二爷家 王二爷一瞧 当街上不打 带我们家打来 也行 铁锭布小伙计呢 跟着个饭馆的小伙计 打都白癌了 谁不敢跟着 等王二爷 到时候是把他揍了 还是怎么着呢 咱们再听信吧 不说热帮人 单说王二爷家里边 盘包一瞧啊 真不含糊 把这厂子太讲究了 当初我在家 也有把这厂子 我那把这厂子 比这规模大点 也就这样 所有的兵器 列立两旁 兵器架子上的 十八班兵阵齐了 一看上边烙的全土 为什么没练过 那时候怎么不练 谁会啊 他来的这些教师 也每个人都打头交啊 全蒙上行啊 有交练劲的 有交练气的 练两天走了 又换一位 蒙王二爷点银子 蒙几天饭吃 就交不下去了 换这位从头再来呀 王二爷呢 置搬了不少东西 一二没练过 到地上扔着几个十锁 十顿的 看得出来 拿手的地方啊 都已经磨出来了 为什么连天教他练劲 王二爷也举举十锁什么的 十锁可是十锁 那个听明白了 不是那大的 他这十锁呢 有个二三十劲吧 就跟那个咱们平常玩的 那个小雅琳似的 他练这个 你要练练平常练的劲 也比一般人健壮点 也就这样谈不到功夫二字 就这 行了 这冷也更不成 坐这吧 王二爷先礼后兵 您喝水不喝 喝呀 我在饭馆吃那么些菜 喝那么些酒 有点叫渴 跟他不要打 也出点透汗 现在渴了 你先给我清水 王二爷家茶叶是好的 哇 给起好了 哎 这儿后 伺候着 冷寿城过来了 罗教师 哈哈 这个这个这个 我得问问您 您来到我们必出房国 您的师城得盘门道啊 一说师城都认识就不打了 您的这个师城 咱们亲亲亲亲 甭废话 跟在街上围样 他们把乔住来了 这小子外强中安 甭废话了 到王二爷家里都没别的 就为奏你 因为你蒙是好 王二爷耽误就耽误在你身上了 呦 罗教师这话说的可就不好听了 这要讲打 啊 冷宝奉陪 哦 不含糊 这王二爷在这吗 来吧 是兵人是拳教咱们来了 冷言一琢磨 兵人我得会啊 咱们是拳教为伤 好啊 咱们俩是放风队 冷言心的话 只要打输了 我在这没法干了 紧着冲攀抱 地眼神 攀抱假装没看见 甭废话 动手动手 外边打一场了 有经验了 到这更不含糊了 来先发制人吧 冷寿陈窝里发炮 上就一拳这一地手 潘抱就知道不行 三招两拾 一个不留神 让潘抱 趴一下 放躺下了 站起来大红脸 王二爷在旁边瞧着呢 冷寿啊 您怎么趴下了 哎 东姐您不知道 二爷 我是摔跤最好 我这个拳脚上啊 疏于这个练习了 我要跟他摔跤他没戏 潘抱一听 强了 我也会摔 咱要说 拳脚你不行 摔跤你更差的远 这一提摔跤啊 冷也高兴了 冷着这么一撇嘴 那咱也甭换搭理了 咱摔此算 好啊 俩一条黄蚀劲 揉的一罐 三招两招 各使了俩半子 全没用上 冷下这汗下来 怎么 航这一伸手 就只有没有啊 这行骡子 摔跤他也会 瞧这脚底下 瞧这个身法 不刺 比我一点不含糊 搬不到 今天要搬躺去 我不其然 这一心虚啊 更不行了 他拽住了 攀爆了一屎别子 没屎上 攀爆壳给他屎上了 敌把扣中了 他这衣服 往上衣脉布 往后一噎 这胳膊一插的胳膊 这叫盖布 一插盖 啪 瓶着就出去了 这下摔得还真狠 一下 冷烧山派了 爬不起来了 攀爆拿手一指他 起来 接着睡 王二爷看啥了 干了 我就指着冷爷 冷爷又不行 他一时凶行大发灭 我的门门呢 我怎么把这一凶土领的家来了 王二爷下肢多嘴 也不敢过来了 告诉你 王二爷 我久闻您乐山好施是个财主 我要是毛随自荐到这来 您不知道我有多的能耐 我暗含着那么一仿啊 这样的江湖骗子 就这姓冷的 人称搬不倒的这个人 蒙您不是一时半时了 我实在是气他不过了 这才律师小技 乔装打扮 但我故意闹一场事 就位把他引出来 当着您的面 我教训教训他 我要说您这样的人物跟我习武 仿佛我有点拖大 可是有一解 我实在是爱惜您 是个练武的奇才 王二爷就这两句话一听 哎呦 感觉是武术家瞧着我了 我险些让这性能的 把我耽误了 可恨 冷呀从地上爬起来了 谢谢王二爷 您管我这些天的饭 饭钱跟您给的我的银子 我也包不出来了 说赔我也赔不起 没别的 罗教师 您厉害 打这说一走 我从任老师 投名师仿高友 我再练二十年 将久有一天 我到王二爷府上来 还请您当面之脚 我接着您打 冷呀 回屋 收拼个酒玩 背小包 往外走 这两人一句话 站住 打开 不会叫我们瞧瞧 南府上什么东西 就是原先你进府之前 带着的东西也得给留下 但是呢 王二爷呢 不是那人 跟他这些日子也有点感情 虽然恨他 耽误自己 这个烂鱼充数 但是呢 也没好意思 找俩家人呢 跟着他一块出府去 灰溜溜 冷收人走了 把他送走 回过来再瞧 这位罗盘罗教师 那就奉落神明了 哎呦罗教师 想我王二 我叫王志武 何德何能 屈尊您的大驾 用心良苦来到我家中 就为了造就我 没别的 打这儿说 我就跟您练了 你先别跟我练 你跟我练什么 你先把外边这场事了了去 我打伤了不少人 所有的医药费 跟我的饭钱 包赔人家这些个家伙 都得由你出 咱们是江湖上的狭义知识 不能落这个 额外还要多给押金的费 多给钱 是 是 您比我原研那些教师递得多了 他们变着分的跟我要钱 从来没让我给别人花我钱 一看您就是真有能耐的侠客 什么话 练武练的是德行 先教人练德 后教人惜武 有武而无德 是为匹夫也 王二一听之蹦 二爷望着我 我家可来高人了 后半辈我就成侠客了 打这说拿出钱来 派人 到铁中部 跟饭馆 找掌柜的谈话 现在 打你们这位 啰攀啰教师 铁金刚 飞着旁人 正是江湖上有没有的侠客 来到庄上道这一场事 就位揭露出来 搬不倒冷寿臣 这样的顽略之徒 这样混冲于江湖的败类 就位置他 现在罗教师把搬不倒冷寿臣 已经打跑了 王二爷府上 聘为总教师 罗教师下话了 对于你们的损失 要额外的包赔 都谁打伤了 连饭馆伙计啊 带这个铁匠铺的小伙计呢 一共打伤欺负个人 这一爆伤了 来四十多人 你们都干嘛 我们当时跟着拉架挨溜个嘴巴 一看这儿 好 手指的印 这嘴巴谁抽的 罗教师抽的呀 其实呢 是现央给街坊抽的 自己也自己做的伤 王家伙计一瞧 不对吧 自己做的伤 您怎么瞧着 罗教师是重受法 那人家都有应找力的功夫 铁社长 他要抽你这脑袋 脑袋就碎了 真是罗教师抽的 罗教师抽的 得赔你点钱的 找大夫抓药桥 怎么着也得十两银子 行 十两银子给你写上 你姓什么 我姓刘 姓刘 你先这个 你姓刘 您鼓什么掌啊 姓刘那是多的呀 对呀 在座你说哪位听众 您姓刘这多得罪人呢 是不是 你也是 你非跟那起哄 但这会儿蓄水 给他写上 十两银子 说十两可不给十两 给五两 发钱这位呢 贪污五两 反正你也不敢说 你要敢说 待会儿都告诉你 你能去做假 自己做伤 就这么着 王二爷 连饭馆的家伙做 带铁性炉坏的这些东西 带陪这些街坊邻居看伤 赔出狗一千多两去 不在乎有钱 把这些市井权料理完了 回来 都跟攀报汇报 攀报呢 撇准咧嘴 假不三道 唉这欢罢了 这我才能在你们家安心待着 你们家都什么人呐 上面还有个大爷 哦 你们大爷跟你差几岁啊 比我大四五岁 叫王志文 你们俩这名字 我爸爸也不怎么会起的 他是好敬啊 不好动 我是好动不好敬 哦 其实好敬之人 咱别打扰了 应当说跟大爷见个面 奈何你教委是老师呢 他就是我晚辈 又比我年龄大 见面也有些个尴尬 既然你们大爷好敬 不见也罢 攀报信号 少见一个是一个 我在这就秘密的 挺好 哎 还有什么人呐 就是我们大嫂子跟建内 啊 您这徒弟媳妇 另外呢 还有个小妹 小名叫小鹅 哦 小鹅今天多大了 今年一十九岁 哦 一十九岁 我这背着暗出来的 啊 什么暗的 先前后杀都相二命 本来就是九色之徒 一听说他们家有十九岁 大姑娘这就动心 但是脸上可不带出来 好啊 你这功夫怎么样 你练练我瞧瞧 我正要跟您提这事 我现在跟这七十多位老师 小每个人我都学了几招 我挨着班的给您练练 好你练练吧 这样你一天恐怕练不下来 分十天你给我练 我先瞧瞧你这功底怎么样 我先蒙十天再说 每天好茶好饭 招待他 这十天把他会这 二不多招 全练完了 潘宝新了话说 真有比我损的 哎呀 这蒙屎都蒙出圈去了 这叫什么功夫呢 生孩子不起名 什么玩意儿你说这叫 哎呀 这都不灵 使要灵我还准跟您小吗 你这钱白花了 以后有多少钱都给您问问问 别提钱 跟剑可侠可千万别提钱 提钱俗了 我在你这按说饶你这三餐就不应当 哎 想我罗潘家里头不比你差 这倒是实话 他家也裁住 而且他们家还有黄金 啊 呃 赠着吧 钱不钱的 甭提 你是个练武的奇才 我好好造就你 把你原先练的那个都得忘了 一招有用的都没有 他眼睁把冷寿臣揍了 那王主 王二爷亲眼得见对的是幸福的 一定我都忘了 从头好好跟您小 行了 你这个忘性 我也不知道是大是小 忘这些招 恐怕还得用些日子 你呀 尽量的先忘 再来忘十天 这十天静静心 把你们大爷那书啊 简有用的 你看两本 这两天呢 千万别提五字 也别练 看十天书 把那些招都忘了 好嘞 王这武真听话 言听计从 从来不上大爷那儿借书去 上大爷王这文那儿借书去了 得哥 您您借我两本书 哦 您 干嘛 您借我两本书 干嘛 我那书都是花好钱买来的 您要是撕着龙火丸 叠小飞机 我可不给你 好 包着泡上了可不成 那乔您说的 我有牛皮纸不用 我用书干嘛呀 那玩的纸油脆 那不是我 瞧 瞧 这是怎么了 在天的父母 我兄弟会长进了 好几十年不瞧书 现在会瞧了书了 你瞧成书 您不知道 我不是有个老师吗 我这老师说的 净练不成 得瞧书净心 兄弟 要瞧跟着老师瞧 你请那么些人 大哥我没管过 为什么 钱也不是大哥赚来给你的 是父母留下来 我不能拦着你花钱 可这么些年 你糟尽多少钱 大哥不乐意说你 怕伤了手足的情面 记着就是话 说到这了 你呀 该改个你的行为了 找真正的名师 教给教给你 就冲你这位老师一说 这就是高人 先念几本书 再练武 那才是正当 是啊 我这不听老师的了吗 正格的 您把那个连环画借我两本 看字书 我得看得下去 那两本连环画 我看看 我这循序的渐进 您说是不是 也罢 看深了你也不懂 找两本贤书 也就够啊 出小水平吧 给二爷了 王志武拿回去 看不下去 也就是当着呀 潘报的面 摇头晃脑子这么一瞧 背着潘报扔那就睡觉 这十天倒真静了心了 一晃 这就各月其成的 潘报带他们家 好权威 打这儿开着交的链 潘报也不好好交的链 潘报啊 让那苗基庆一个训练出来 苗基庆就不教他 怎么问 怎么追着都不教 那推辞的话 唐托的话有的是 就托着这个王二爷 王二爷那倒是疲了 因为这么些老师都是蒙事 这潘报蒙的 他也就不搅照了 这一手不要紧 这天在内宅社宴 要见见二奶奶 二奶奶呢 跟姑娘小鹅呢 是一鸣两岸 啊 两人住这三间房 在这堂屋一百桌呢 可就把二奶奶跟妹妹都请出来 要给罗教师见个礼 赶这位罗教师一瞧 姑娘小鹅 嗯 一十九岁 听听玉丽 别看 小王庄这儿 还有这么一个美人披子 他又不瞧见那小鹅呀 还大 你瞧见那小鹅呀 他这安耐不住了 哎 满园春色呀有点关不住他了 当时没研瘾 吃完了喝完了退到外边乡 可就把二爷王这五给叫来了 这五位 罗老师 你这个妹妹 今天 我这么一瞧啊 长得也挺好 可是有意见 身子有点绕啊 呦 你这么瞧着 你看看 我是侠客呀 我呀 不敢多说 这是背后说 这个岁数要这个身体 你以后要是许了婆家到人家里头 许这身子也不老结实 到时候要不能给人家生下一男 养下伴女 就你们这当娘家哥哥的脸上不是也不好瞧吗 总是要让他强筋断骨 那罗老师怎么样呢 我呀 张不开这嘴 我不好说 您是不是打算让我妹妹跟着也练练 嗯 这个话可是你说的 是 有姑娘家练的 好 那多少女健可你没听说过 姑娘怎么不能练 她从小都 没练过 没练过才让她练 她练过身体能这样 这么着 我啊 画鸽子这 练也在她 不练也在她 她上面俩哥哥呢 我做不了姑娘的主 就即便你们俩做得了她的主 也许她有个不爱练 她要提出来不练 那就算了 她要想自己练练 哎锻炼锻炼 强健强健筋骨 那么着我倒是能教 男女有别 教男的跟教女的不一样 当然了 教女的 我还有个别的手段 那就是了 我呀 跟母乌了的谈谈 回去跟二奶奶一说 这妹妹的身体 让她跟罗老师练练怎么样 二奶奶说我管不着啊 你问问小鹅得了 这一问小鹅呀 小鹅说我们 你姑娘家家的 这罗老师我们又不认的 长得倒挺精神的 也有一股鹦鹉之气 嗯 但是恐怕男女有别 不见人家教 女孩子还有个别的手段 王小鹅一听怎么着 他教女孩子还有个别之手段 嗯 我倒要领教领教 那这么着 您问他怎么练呢 我问问他 二爷跟潘宝一说 潘宝说那这样 明天您同着 啊 令妹 小鹅姑娘 一块到把食厂子 我先瞧瞧 她的这个筋骨 我教她练练 啊无非女孩子 你还想练成什么样吗 呃 也就是增强增强 她的体魄而已吧 好吧 这王二爷愣把妹妹 王小鹅 领到把食厂子 到把食厂子这一瞧啊 今天攀爆练什么 穷庸的攀爆不练 为什么 有绝招不能让王二看见 王二我一瞧 摸着要小 焦不焦啊 今天特位给小鹅瞧 这医生上身可就多了 她的身材好 扇子面身材中间暴龙 圆背封腰 哎 这伏鸡呀 因为我没有从小 我这伏鸡就一块 咱也不知道几块合适 这六块好 这八块好 是十二块 是越多越好 是怎么着的 还有什么线 人鱼的线 什么线 据说这么着好看 哎 哎 我也不知道我这哪是 这线是怎么来 哎 要亮亮块的 说现在话 哎 要秀秀自己的身材 故意的厚身 对着这把厂子 这月亮门 哎 这能练着 这趴后边有脚步声 一转头 一亮相 故意的 哎呦 你说 呦 赶紧伸手 这衣裳 在冰雪下 他上面搭着呢 这衣裳拿着你到穿呢 不仅磨蹭 拿着这个衣裳 找不着性 老师老师 您那是裤子 那那 你是这种话 说 这个 哈哈 这个唐突 唐突 哎呀 这个 这个 就他这一亮块 一练这把 是在家这一穿着衣裳 小姑娘 咱们一瞧啊 先开始一进面 一看吃身裸体 你怎么露着半身 那姑娘家这能瞧吗 赶紧无脸 又 哥哥 林家 他哪瞧着 一瞧 这身子还能弄好啊 还真新银 来吧 姑娘 哈哈哈哈 哎呀 坐坐坐坐 我也练了 坏子 有点累啊 咱们先喝坏子水 嗯 四目这么一搭 哎呦 这俩眼不愿往别地挪了 越瞧这小鹅越漂亮 您看我妹妹能练吗 能练能练能练 这么着 我可就没法上手了 你来 把我交给你那个 你给你妹妹 传手传手 哼 我就能带尸而受吗 没问题呀 你现在这功夫就可以的了 就要你妹妹有福音 喝 早晚必有大成 妹妹 跟二哥我练 他哪练得了啊 小鹅那 女流之妹啊 站架也站不住啊 站一会儿 腰也酸了 腿也麻了 啊 脚尖也疼 小脚啊 这脚一疼啊 站不住了 坐坐坐 回去休息休息 这功夫不在一天 明天接着来练 简断说 这王小鹅呀 跟着二哥往着舞 随同攀报习舞 练了个月其成的 这一个多月 这二位是没来远去 大概有弄点意思 盘报一瞧啊 要打算撑起好事 就在这几天 麻神烧水 我得紧上加紧 我说 至无 罗老师 令妹这个武艺啊 现在练的这会儿 升得能升 降则能降 正在紧要的关头 打这儿说要不练 就自己练起来 也就这样 也没长进了 还有这么一点小窍门 就仿佛一张窗户纸 这会儿一捅就破 可是带着自己悟 要是打算再精进一步 你回去问问他 还打算进步 不打算进步 要打算进步 打算进步 不能这么练 怎么练 得下二五经的硬功夫了 No 您看我呢 你不忙 你以后要成剑客的 你现在要黑白天练就干了 打这儿以后啊 你白天练 你妹妹晚上练 你妹妹就在这个 二更一过 四更之前 三更多天这会儿练 哎 再练这么一个月 把这紧要的关头练过去了 他就成了 啥 那我问我妹妹去 回来跟王小娥这么一说 妹妹 罗老师说了 你这个功夫 现在练到生则能生 将则能叫紧要之 奔头要打算再 上这么一层楼 进步进步 你可就得晚上练了 哦 晚上 几点呢 是二更过呀 四更前三更来天 这么活练 那我还睡觉不睡觉了 为了练功还睡什么觉啊 哦 二哥你陪我一块练 不不不不 波长 你自个儿练 哟 这个练法是谁说的 罗教师说的 哦 罗教师说嘛 到了夜晚三更时分 让妹妹我们自个儿练 二哥你呢 我白天练 晚上没我 好吧 妹妹 女丈夫 真有点雄心 憋着成女侠客呢 罗教师 我妹妹乐意了 哦乐意了 你这功夫现在也到坑劲上 怎么呢 你这个吃饱了 跟那蹲边不行啊 这么着 从今天给你加码 平常不交 这个白天开始 折腾王爷 干嘛 晚上好像睡死了 王爷坑哲坑哲 傻恋 应当十顿子 举四个下 今天举一百二十下 嗯 晚上我想喝点酒 拿酒 要把王二爷灌多了 王二爷不到定更 就睡死过去了 姑娘还真守时 二经雷劲 来了 到了玩场子 干嘛 扎马步 嗯 要练一练 约了门一响 进了一人 不用回头就知道 大概是罗教师 是罗老师吗 啊 是我 不是说奴家我们一样练吗 练坏了 走火入魔 不是闹着玩的 只是你一样练 我得瞧着点 我得给你拔个关 哦 那您这关怎么拔法呢 我呀 先把门关了 把月亮门从里边插头 合着拔盘子 叫他们俩个 小鹅呀 你练吧 我这功夫到紧要 正在看劲上 那他还是站不住 站着站着 腰酸 腿麻 脚尖疼 微然这么一携声 哎呦 那这么一声 哎呦 您再叫喷抱 撕 打肩不来到窃镜 这手一拉手 这手一扶腰 插这么一扬一劲 这姑娘 就是往怀里这么一来 哎呀 你这这小鹅你站稳吗 姑娘呢 本来也摔不躺下 就他不服也站住了 他这么一拽的呢 就是浑身放松 往他怀里这么一歪 可就抱上了 罗教师 多亏您 你这什么话呢 我干嘛来的 把关来了 书不好说啊 塑造人物 按说说书 你都得会 你会 你就得体验生活 我呢 他在这方面有媒体验过生活 干嘛 您不信是怎么着 我多的说 我瞎话 您说是什么 站稳了 哎呀 姑娘 这个女孩子练我 你要说 练得有多的力量 就能够伤人 恐也到不了 那怎么样呢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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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腿总是要灵活 哎 窝腰威腿呀 但是这个窝腰威腿呢 有个男女之别 我不怕吃苦 怎么威这腿呀 怎么威这腿呀 唐图姑娘 没关系 罗老师 这个这个这个 您是老师 我是徒弟 威腿您交给交给 哦 这样 你靠墙站 姑娘 靠墙站好了 潘宝一下腰 一抄他怀子骨 往起 抄这条腿 拿自己的胳膊味 一旦 他的腿味 这条腿可就在这儿了 抄着这个腿 这这手一扳这磕膝盖往上一举 能举到哪儿 也就能举到这儿 这腿这样 说完全贴上 那他没这功夫 他没练过 推着这儿 姑娘可就绝对疼来了 哎呦 别忙 这姑娘现在呢 这腿在这儿 这怎么个姿势呢 哈哈哈哈 那我这 其实这样我们二哥说这书合适 就刚才给您说出这位贾琳 她小时候练过 她们戏曲有这么一朝天等 插着腿起来 这是脚 他们小时候先生 微腿就这么微 交给他们 哎 那微腿啊 说实在的 我见过他们戏班 还有杂技的练这个 啊 这个横叉也好 竖叉也好 伊子玛也好 下叉都是苦极了 那得拿脚蹬着顶着 愣往墙上推 啊 这点呢 应该呢 让我二师哥来 是吧 我二师哥去这王小鹅 我去这攀报 哎 我们哥俩给您承认承认 哎 刚才我问了问他 他说我今年四十 他说扔下这功夫 扔下二十多年了 哎 我也差不下去了 哎 我就给您说 这手男 一窝这腿 这腿往上一扳 哎呦 疼 别怕疼 忍着 嗯 底下这条腿绷住了 屎上劲 他这人的往上 怎么一踢 你咱们这俩人身子 就压在一块 王小鹅可就明白了 他这不是练武 他这找便宜 应当的呗 应当扬起手来 啪 给潘报来个嘴巴 罗老师 您过了 那松开我不松开 我可险教了 深经半夜之间 你对我非礼啊 那不就完了吗 姑娘没有 姑娘忍着疼 一咬自己下嘴唇 没言议 潘报一求 有 呗 这就算成了 哎呦 姑娘 你可知道 罗潘我久有此意吗 那没别的 我打着 我打着跟姑娘 你成其好事是就在此时 你先放开我 怎么着 什么时候 现在呀 哪儿啊 这儿啊 呸 你还怪不错的呢 你还 你拿我王小鹅当了什么人了 你是王爷的妹妹 对我们是千金规格 就即便我真看上你了 你看上了我 打算跟您成这苟且之事了 你也不能拿我当了鹿柳墙花了 路边的野花 墙头上长的野草 那哪成啊 咱们也得 有车有盖啊 你得上屋去 你这个地方 他们上哪儿找屋去啊 你不知道 我跟我二嫂子一块住 我二嫂子在北头 我在南头 我们一鸣两岸的房子 我二哥不回来睡觉 你要打算成这码事啊 明天夜晚之间 你够奔 我们那院里头 上南屋了 您找我 那会儿才行 不过有一节 我们是在家的大姑娘 就说你长得挺漂亮 对不对 你也有把事 我瞧瞧你了 那么你是个有父之父 我们跟着你 很不般配 您错了 我光棍没媳妇 哦 那你要是跟我成了这把事之后 怎么样呢 你瞧 那就好办了 我到时候提亲呢 你大哥二哥乐意 我招贼 我打着就不走了 在你们家待着 你不乐意 我带着你远走他乡 咱们先有夫妻之师 后有夫妻之名 岂不美哉吗 你总要不要管你的心呢 你对天明事 哎 这又何必呢 原要起事 起事好了 新了话 我起事算什么 信师弟子 潘 潘什么 潘 让人一巴呢 把我头颅击碎 哪有这事儿啊 走到马路上 乱草旁边 乱草堆里边 让人一巴呢 把头颅击碎 明有王法 暗有鬼神 起事怕硬失 小的一时 谁等包天 起了这么一个事 他可就不知道 日后有一位老健客 看乱草一动 勿拿他当了野兽了 过去一巴掌 把他头颅击了一个粉碎 当场死于非命 这是后文书歌下 咱们暂且不提 单说实下 小子起完这个事 欲行非礼 姑娘拿手一指的 别忙 事都起了 还怕什么 明天晚上 还是三经十分 你够问我那院 小南屋 你可别走错了 北屋的是我二嫂子 南屋的是我 明白 你去 哈嘞 把 把这场子院里面打开了 姑娘回去 他假不三道要练会 他也回屋睡觉了 白天 给王二爷加码 让王者五练 王者五傻呵呵 又出一身臭汗 没吃晚饭就躺着 您再瞅罗教师 平常不喝酒 今天要点酒 哎 也借着酒劲早歇着 吃完了喝完了 借着迷迷糊糊 往这一躺 睡了会儿子 猛然间惊醒 已然二经十分了 嗯 这叫可不白睡 精力充沛 人风喜事 精神爽 浑身上下收拾着 紧沉利落 没敢走房门 把自己屋房门 插延了走后窗户 低了腰出来 够笨 王小鹅这院 一看 一明两岸不错 堂屋紧闭 北屋了 黑着灯 南屋也黑着灯 拿手一推这房门 关着门 那可没销着 把门端起来 闪失进去 把门还对上 听听北屋是 憨声无雷 听听南屋一点 动静都没有 就只小鹅等着他呢 把南屋的门打开 闪失进来 小鹅 就听床上女子声音 别说话 上床 穿衣裳们 拖衣裳可快 劈里扑噜 早要漏大广告了 上床 碎行云雨 天没亮 赶紧走 白天练舞 晚上又来 练着十天 王小鹅 晚上到把事场子了 他一瞧 王小鹅 他心里纳闷 怎么 王小鹅身形鸟诺 跟自己有十天 云雨之势 按说这舞就练不了了 精神博背 往这一站挺高兴 还来练 这身形也没走进 可这晚上跟自己同他而眠的呢 是个风雨的妇人 是他不是 小鹅 怎么着 洛朗 咱俩 这十天 你还能练呢 能练 这不天天 每天来活动活动吗 怎么着 您有点 盯不住了 是怎么着 您练不了了 我对吧 我有句话是如梗在喉 不得不问 他这个我瞧您这个身段啊 这个我也搂过您 也抱过您 没那么胖啊 这个晚上 黑灯进去 黑灯出来 天不亮就走 我发现这两天 跟我同床而眠的 好像比您略微疯慢点 也瞧不见模样 每天进我也不让说话 这个是您不是 是 就这一句话说完 您再瞅 王小鹅 乐了一个花枝招展 引俊不敬 乐了 你乐了什么呀 真让您瞧出来了 真够笨的 十天才瞧出不是我了 他这十天他这完 他也没工夫思考 不是您是谁呀 哎呀 这话说起来可有点 对不住罗教师呢 要说模样比我还漂亮 不过就是稍微比我胖一点 可还比我丰满许多 就是你们是姑娘啊 这十天跟您睡觉的这不是姑娘而已 也算咱们俩人情长意久 我对得住您 我先奉送十天 你去折问 我说如花似欲 王小鹅这就勾引到手了 难道他还另声旁直奉送十天 这个话听着啊 这个 小王突然来对了 喝没想到我躲避 见黑的追杀躲在这 一下躲进温柔乡 小鹅你对我实话演讲这十天陪伴我之人 他是谁 非旁人正是二爷之妻我的二嫂